这条题目又给了两条式 一条就是二次方程 另一条就是二次方程 但现在这一刻未知 为什么呢?由于前一条我们给了条件A不等于0 我们确实都知道这条是一条二次方程 而后面这条我们的确未知 因为这条题目没有提到M不等于0 M如果等于0的人 这只不过是一条很简单的线性方程 然后这条题目有两条方程 就要我们去求证 有一条这样的等式 发觉这条等式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条等式里面是没有X的 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解了这个X出来 两个等于之后就搞定呢? 没有的 因为呢 首先 这个是一个代数式的一个练习 不是解二次方程的练习 或者可能有一些观众 看到这一刻为止 可能都未懂得如何解一个二次方程的 那不要紧要 我们这次呢 就未涉及到讲到这个题目的 那如果想看的话 就要看一下二次方程的那些片段 那然后呢 如果我们在不需要解X等于什么的情况之下 就是具体X出到一个什么数的情况之下 去做这条题目呢? 那方法很简单而已 那既然下面我们要证据的东西是没有涉及到X的话 那也就是我们上面尽可能消灭X 那消灭X就不需要解它的 那么 很简单呢 具体的做法 我们就看看X最大的一项 也就是X平方的这一项 那么 首先 捉它来开刀先 那么如果日后大家学到解二次方程的那天呢 都会知道这个X二次项实在是太麻烦 太麻烦了 那么 那我们都会尽可能把它消灭了先的 那么 那 看看X平方前面的系数呢 一个是A 一个是M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消灭它呢? 那么 那就是 就是 将这一条式 那么 将它尽可能找一个 最小的公倍数 那么 也就是 将前面这条式乘以M 那么 将后面这条式乘以A 那么 所以 这个做法就会变成 将前面这条式乘以M 就会有 A 乘以MX的平方 那么 那么 再加B 乘以M 那么 有个X 那么 再加C 这个东西乘以M的 那么 然后这个东西等于0 之后 我们就会有 M 哎呀 再乘以A 再乘以A 这样的 那么 然后呢 如果两色相减呢 那么我们看到 嗯 很麻烦令人非常头痛的X平方这个项 呢 就没有了 那么 剩下的有些什么呢 我们就会有一条 这样的色 它就是 B M 减 AN 这个东西 X 呢 加CM 减 AP 这个东西 等于0的 那么 既然我们有这一条这样的色呢 那么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特别的discussion 那么 那么 也是啦 我们消灭了这个X的平方 但是没有消灭这个X 那个X还在 那么 那么 如果我们 可以简单快捷 令到这个X都消灭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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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这个阶段先假设 所以 如果 BM 减AN 这个东西 等于0的话 那么 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么 这个东西如果是等于0的话 那 也就是 这个整个 乘以一个X 那就消失 揽住X一起 拜拜 那么 那我们剩下的就是 CM 减AP 也就是 CM 减AP 整个等于0 那么 我们有了这两个 condition之后呢 那么 可以做什么呢 那么 我们就可以证明了 那么 这一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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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 已经说明了 它左手边是什么呢 今次这条式的左手边 是 CM 减AP 的平方 也就是 CM减AP 那么 这个东西是0 0的平方 就是0了 然后 我们剩下的就是 右手边 那么 右手边 这个东西就是 这样写 BP-CN AN-MBM 如果我们把它调一调的话 也就是我们可以在前面抽出一个符号 BP-CN 这个不动的 右手边这个部分 就是 变成 BM-AN 那 也就是 这一块 乘以一个0 那么 前面 不管它有多fancy 也好 一块乘以一个0 之后 这块也是0 那么 搞定了 那么 我们就会得出 左手边 等于右手边 那么 这条式 就搞定了 慢着 就是搞定了一部分 由于我们的前提 是假设了一些东西 那么 在这个case 就是假设了 这个BM-AN 等于0 那么 接着来 我们就去看 BM-AN 不等于0的情况 这条式又会变成如何 上一个回合 我们就说到 这个BM-AN 等于0的情况 那么 这条式 这条proof 已经做了一半 那么 那剩下呢 就是 这个BM-AN 不是等于0的情况 那么 既然 如果这条式 如果不是等于0 那也就是 我们可以找到 X是什么 那么 在这个case X就等于 AP-CM over 将这条式 over 回来 BM-AN 剩下之后的步骤 就可能是 有少少 Tedious 有少少 太细致 那么 然后我们既然有X 的话 那就 有色 又有X 那我们就可以代入去 那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X 那我们有X的value 那我们就选一条代入 那这次选第一条 那代入去呢 就变成 A B 和成以这个很搞笑的分数 AP-CM over BM-AN 这个东西的平方 加B 又再次 AP-CM over BM-AN 再加C 然后 等于0 然后 我们就可以 调度一下 这条式 那 就会变成 A 乘以 AP-CM 这个东西的平方 加B 乘以AP-CM 再乘以BM-AN 再乘以BM-AN 再加C 乘以BM-AN 整个东西的平方 等于0 那这个是简单的算术 也就是我们做了通分的意思 那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墳墓的平方 墳墓最大就是这个 墳墓的平方 整整整条式 通分 这个 然后就成多了额外的一个项 这个墓 那 这个墓 就是这样 那 那 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 把 B 和C 踢过去 那 这一条式 就可以写成这样的 就写成 A 那 CM-AP 我调一调位而已 这个 没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调位呢 基本上我就尽可能 营造一个这样的东西 去求证这一条式的 那 既然有这个 然后有等于 那 也就是叫我们 把这些东西 踢过去等好的右手边 那所以呢 等于什么呢 那 那 有东西可以抽的 那他们的功音就是这个 那 那我就抽出来 A N - BM 嗯 又是这样了 那 AN-BM 都出来了 那我们就剩下中间这个东西 看看可以怎么搞 那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A 那 剩下的呢 就是 这个 这个花一点时间做一个简单的乘法 A B P - B C M 加 这个乘法 那我们就剩下中间这一块的 那 这个东西呢 就会等于 等于 这个 AN-BM 一模一样 那 然后这里呢 发觉有公恩可以抽 在这里呢 那 这里有个A 这里有个A 那其实可以抽出一个A出来的 那 然后这一块呢 就剩下 B P -C N 那 到最后最关键的步骤 当然就是 左手边和右手边 相 弱 这个A 由于A不等于0 那我们可以相弱 那 在这一刻呢 那这条数就已经搞定了 那这条数的左手边呢 就是CM-AP的平方 也就是题目要求的左手边 那 而右手边呢 就是AN-BM 也就是括弧第二个 乘以BP-CM 也就是括弧的第一个 那 那这条数 我们最终得出来呢 就是 左手边 就等于 右手边的 那 所以呢 这条题目 就这样就证明 完畢了